来捧场 文俊辉 明浩 他们刚从美国回来没多久 就来看我们演唱会 真的很开心 而且文俊辉超搞笑 我跟文俊辉 我大概一个月前 就重新说演唱会重新开 演唱会重新开 就那时候说演唱会重新开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你要不要来 他说好啊 来给我留票 没问题 然后问时间什么时候回韩国 什么时候弄 聊好了那天 OK 然后因为我太忙了 准备准备 然后演唱会第一天 演唱会第一天 我给他发消息 我说我们演唱会你来吗 他说我们都说好明天你给我留票了吗 我忘了 我完全忘了 我忘了给他留票了 完全给他忘了留票 我说 他说你不是都已经忘了留好票了吗 上次不都已经说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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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是吗说过吗 什么时候说过 然后 现在帮你说一下 然后就赶紧跟经纪人说 我赶紧跟经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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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剩的邀请捐 邀请捐 他说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文俊文说 我已经跟经纪人说了 但是票有没有还不一定 票有没有还不一定 但我已经说好了 然后后来 第一天的演唱会结束了以后 工作人员跟我说 有票有票 我说太好了 然后我就 然后就被 然后就说 你的票准备好了 然后就说 明浩来吧 明浩也是说 之前就说好了 然后又再去搞了两张票来 给文俊文气死了 然后他来到现场了以后 他就跟马尔克高桩 说这个人 成龙 你还好意思笑